Hello 大家好,Ru-chanです 常常會有人傳訊息問我說 和日本男生交往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不習慣的事情 或者是發生問題又該如何解決 我今天整理了以下四點 是我和文當交往過程中 我覺得有點不習慣的事情 那希望這個影片可以提供給大家做參考喔 第一,對於外表超級重視 相信大家都有聽說過 日本對於外表非常非常的重視 除了出門要化妝是基本之外 對於體毛的要求也非常的嚴格喔 在電車上通常都可以看到滿滿的除毛廣告 全身脫毛這四個字一定是很多女生的夢魘 是基本之外呢 最讓我感到震驚的是 他們連手指毛都會要求 就是在你這個指節的地方會有一點點的毛 他們連這個都非常的在意 之前在一部日劇中主角 吳錦孝 他在戴戒指的那個畫面 他因為有一點手毛 而在日本引起軒然大波 他是日本網友的意見 這麼可愛的女生手指這樣有毛 真的是太難以接受了 我在看電視除了他的手指毛之外 我完全看不到其他畫面 這是當時的照片 雖然我完全看不出毛在哪裡 我還會隨身帶這種除毛刀 就是可以直接除鬍子啊 那些地方 這個真的是我都隨身帶在身上 我在台灣從來沒有帶過這種東西 除了除體毛之外 膚色絲襪對日本女生來說也是不可或缺的東西 他們不管是穿褲子裙子 還是說是七分褲那種 只有露出一點點腳踝的褲子 他們都會穿 但是已經除毛了 到底為什麼還要穿絲襪呢 其實對我來說 穿絲襪已經有點變成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了 那我自己的話是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腳看起來會比較光滑 比較漂亮一點點 那第二個原因是 因為被別人看到裸裸的腳 有一點...恥恥 但對外表很在意也不全然都是壞事 因為我的外在只要有一點點 一點點的小改變 文章都會馬上發現 這樣子我也可以更開心的打扮 第二點 對於時間的價值觀 日本人對於時間非常非常的嚴格 但是這裡不是要說他們都很找到什麼的 是他都把那個分鐘講得很細 56分、34分這種聽了都覺得渾身不舒服 日本有一個APP叫做 他會把到的分鐘數還有班次都很清楚的寫出來 所以可能才會導致他們都會直接講得很精確的分鐘數 順便附註一下 由於可以設定幾點要到幾點出發的功能 我最討厭跟別人約時間 比如說約10點 他就設定10點到 加上走路到集合時間 好歹也是個10分鐘前吧 第三 先說對不起的文化 這個算是我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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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習慣的文化 一定要加上100個罪 在台灣如果發生衝突的話 幾乎都是先和對方說明自己這樣子做的原因 還有自己的想法 都雙方互相理解之後呢 再一起道歉 但是如果你在日本不一開始先道歉的話 你不管說什麼都會被當成你在找藉口 我和文剛在剛交往的時候 如果有不愉快的地方 我就會先把我自己的想法都告訴他 試著想要讓他理解 但是他只要一聽到就會說 如果我繼續說明的話 他會更生氣的說 只要我一道歉 他的心情就會變得超好 甚至連我認為最重要的溝通 互相理解這個環節 他都認為沒有那麼重要 一開始我並沒有發現這個是文化差異 是在我打工的時候 我的中國同事跟我說 反正日本人就是不管怎樣 你都先道歉就對了 我才發現 會不會其實文道也是這樣子 那在我們兩個溝通過之後呢 才彼此認知到真的只是文化的不同 才會造成有這樣子的意識的認知差異 經過那次的討論之後 他現在也比較願意去聽我的解釋 還有我的說明 這個不只是套用在男女關係 再之後你在日本的職場 還是人際關係上面都很重要 第四點 四海一家親 台灣人非常非常非常熱情 每個人都是四海一家親的概念 但朋友也都常常互相介紹來介紹去 讓大家全部都互相認識 人與人的關係相對之下就會比較緊密 我的邀請都會讓他覺得很不自在 當然我朋友的邀請也是 日本人幾乎都是交際圈分得很開 我的朋友圈是我的朋友圈 你的朋友圈是你的朋友圈 所以他很不習慣我在我朋友的聚會去邀請他 曾經就是我邀請他他不來 其實我的朋友是想見他的 好啦 以上就是我和我的日本男朋友交往 遇到最不習慣的四件事情 每個人的狀況都不一樣 個性也都不同 不能保證我的情況是都會發生在大家身上的 但至少希望作為一個例子 可以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另外大家最在意的 日本人聯絡非常的頻率不高的事情 我自己本身沒有遇到 所以文當是比較喜歡聯絡的類型 但是他其實也有跟我說 日本人一般是真的不喜歡比較常聯絡的 他自己是比較特殊一點 最後文化沒有好也沒有壞 只要雙方願意互相溝通理解 就能有很長遠的關係 好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麻煩你幫我按個讚 訂閱 然後開啟鈴鐺 以收到下次的影片的通知 或者是如果你有類似的經驗 還是有什麼我沒有提到 但是你很想出來分享的東西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